今天天气还好一点 看上我们家 后面 那条县子那里 今天又来了好的车 又在旁边那里砍树拆房子了 而我 刚才我爸妈就跟我说 要我就是先 拍照拍视频 就把这个地啊什么的先拍下来 难得现在雨停了 我就来这个 我们家门前的这个菜园子 先拍下来吧 刚才我问了我爸 他说我们这边不是有一个小房子吗 这个的话他昨天 就前两天嘛 他当时就是沟基呢 就想把这个房子给拆了的 因为因为我们 我爸建这个 那个小房子的时候呢 那时候就是没有那个镇 就土地镇嘛 这个那个镇是没有的 就是属于不好听的说 就是说是属于 违规的那种 建的建起来 所以说昨天的时候 那个沟基在的时候了 我爸妈就说 他那时候当时就想把那个房子给产了 现在还没有 然后今天又来人就跟我们家聊了 我们家现在是没人 就是就我爸妈没在嘛 然后我爸妈给我交代一个任务就是一定要把这个 这个地啊先拍下来 现在我们是还在打官司嘛 这个要拿到证据 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这里那边就是有条裤子那里那一块啊 那个是我们后面建的那个厨房 那个也是没入证的 所以那个也是属于违价 昨天呢那时候也是想要把我们这个房子给拆了 然后可能看到我们这个友人当时就没有拆 现在还是在学生 站在旁边那里就开始搞东西了 我先来我们记账 哎呦 这里锁住了 怎么进去呢 这边这块地呢我们还没记录的 我就从这里进来吧没办法 来我妈把门给锁了 菜园子我们这边也得要锁上 因为很多一些偷鸡摸狗的呀 还有偷菜的人都有 所以我不是骗你们的啊 我们那里是有个养鸡的嘛 那里还有些就种田农作物的工具吧 工具房什么的都有 就会担心会有人进来偷菜呀偷东西 但是我妈种的菜 这棵树 这是啥树我也不知道啊 这些地呢都是我们家的 现在我们家就这么一块地是可以拿来种菜什么的了 其他的地都没有了 全部被他们收了 但是我们还没签名 以前这块地还蛮大的 现在都变成这样子 这是我妈我妈新新做了吧 这个应该是那个火龙果的那个苗吧 以前以前这块地呢也是一个农田来的 就是因为我们盖了这栋房子之后呢 就拉了很多这身泥嘛 来把它田高 这这还蛮高的 这这是应该有两个田吧 我不知道怎么说 反正以前是两块田来的合并的 哇爬上来这里 好久没来这边了 我们家这个快地因为都是我们家的 我们这里都是用这个砖头啊 都是围起来了 还蛮高的这个高度 下面呢这个水库呢也是我家的 就那时候是跟别人 别人置换的给了钱别人了的 然后这块地呢 当时我老爸就是想拿来 做鱼塘的 养鱼的嘛 后来就是没搞成 现在就是一直放在这里 这鸭也是我们家的 我妈养了 洗几个家 洗几个鸭 这块地 这是一块地来的 是别人的 我不知道是谁的 这些也是别人的 看来到这边 还蛮危险的 烤地啊 我舅舅来了 我大舅来了 我换牧帮你 我快放了一个 我大舅来了 先给他开门 真的我爸妈不在家 我妈妈都开我 快按了 你打电话呗 对了 你上来了吧 换牧帮你 嗯 嗯 你放在里面吗 给呀 等着我呢 要切锅 放在里面 咱们要就操了 哎 放回到了 先出来看一下 一斗啊 我们在旁边那一家 昨天被拆的嘛 他们在当时人还在里面住 住着 正常的生活在里面住 然后就被那些人 骗出来在外面嘛 然后旁边那沟鸡就开始动工了 他们那些家具家私啊 什么衣服行李 全部都没拿出来 就没了 然后导致那个 就是我爸爸的 呃 谭兄弟吧 就也是有60多岁了吧 看着 因为我爸也是快60了 他们应该 比我爸大快也60多了吧 然后当场就晕倒了 现在在医院好像听说都不能自理了 还蛮严重的 年纪大了 受不了吧 然后我说是我家的地 这片地呢很快就看不到了 其实以前小时候还是蛮好的 因为这些田地这儿全是都是做那个水稻的嘛 都是绿油油的 尤其是呃 做完这个冬季的时候呢 我们这地呢就可以闲置一个多月嘛 就春天冬天的时候就不会做耕耘嘛 他这地全部长满那个绿油油的草啊 就像这种灰色的那种皮层蛮好看的 现在都没有了 这回不去了小时候的日子 太难了 我们现在都没找到地方去住 可能估计要过两天就得搬走了吧 然后我爸妈现在就很焦虑 就是我们没有地方住你知道不 因为我们家还有一些 我们家住了一些锅碗瓢盆啊 衣服啊什么的 现在还是蛮多嘛 然后还有两个小孩 就那些 哇 行李还是一大堆的 没地方住再改 我们都是农村的农村的房子都是他们 每家每户的嘛 不可能要给你住是吧 所以只能去哪里住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可能要搭铁盘啊 还是什么的 哎 现在事情还没谈下来 哎呀 以前还挺怀念 所以这个环境其实还是挺好的 现在今天不是下雨嘛 那外面不是应该是赶工期嘛 他们都下雨都在搞这个工程 你看 我们家这里就是我们家那里 就是那里 大概是大概是 我看大概是这个位置 那里是要打个柱子 今天我看到那里标了一个红色的标标 还有我们那边 大概是那个位置也打一个柱子 所以我们家的房子是真的是急的要拆掉的 好多文字 我要去那边看一下 给你看一下我们家的地吧 这边我们家就种了很多一些树 具体是什么树呢 我也不知道 当时就是两年墙嘛 当时我们这个房子就说要拆了嘛 就是那个工程啊 路标下来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是要拆了 所以那时候我爸呢 就叫我妈种了很多些树 这些树呢 是是有钱的 10块钱是多少钱一根吧 就是菜就没有 就这些专家还是有钱的 所以当时我爸就叫我妈种了这些树 就就现在就这些看到我们的这些 这些呢就是那些什么生树是吧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是能吃的 但是冬天才能挖 但是现在还不能挖 我也不知道 我妈才知道 我要去那边看一下吧 这些好像能吃的吧 哇 这大公鸡 这是我们家的 鸡啊 哎哟 我 我要去那边看你 哎哟 哎哟 我来的 这边是养鸡养鸭的 这边就是菜地嘛 然后这些是浇水用的工具 那我们现在就是就是拌酒食啊 他做那时候我哥就是搞就两个小孩出月嘛 就搞个酒食当时是用的一些工具 做酒食用的这是柴火啊 就是就是换一些柴来的 就我们家也有烧柴了嘛 这个都是呃 那个抽水用的 我们家都是用自来水啊还要井水嘛 我现在大城市都是有了什么呃 水公司提供我们都是靠技去挖的 像我们那里有一口井 但是那个水不能喝我爸说 所以我们是要用别人的水都是要抽的 啊 这个呢就是用来养鸡的 这里面这些你倒是什么吗 这些就是我们家不是还种浓田嘛 那个是打那个叫什么 我进去看一下我也好几没来过这里了 那很多东西你们可能都没见过吧 这个你知道是什么吗 这个是来打田用的 就以前嘛就是用那个牛的嘛 然后现在不是呃 我们养牛就少了嘛 就用这个机器来打田 然后这是农药瓶 就要喷农药用的 这些都是我们以前用的那个 长土的 我小时候都干过 就小时候读小学的时候 我们每天 新年新年多去干活的 那这个汽油鸡油啊 这个是打打倒骨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验死 这个呢都是用烧油的 而这两个呢 空的 以前就是用这两个东西来抓那个 倒骨的嘛 就我们收回来之后呢 就用来装倒骨的 这个你们应该有印象吧 就我后面这个螺框 你知道是什么用的吗 这个螺框呢 就是我们 呃 就是把这个倒骨 装倒骨的 可以这么说吧 啊 我们家还是 有好几个这个了 这个东西呢 都是以前我外公 手工机的知道不 因为我外公以前 就是 那个两代人就没什么文化嘛 他们只能干一些农活 还有说 手工艺嘛 然后我我外公呢 就会积这些东西 支螺框啊 还这些东西 就拿来装倒骨的 这里是五个 这个现在我们这里也有卖 还是蛮贵的哦 啊 这些呢就是我们那个 包那个 粽子的时候用的 叶子 还蛮多东西呢 这些框 你知道干什么吗 这些就是拿来装那个 米糠 就是米糠呢 是用拿来養 喂鸡 喂鸭吃的 现在里面是空的了 这里呢 我也是第一次来 以前都没来过 因为我很少在家嘛 很难关上 我们这里都要用那个 勾勾啊 把它锁上 因为这东西 还是买之前的 就怕别人来偷了 在我们这里就是放一些材啊 这个里面应该有印象嘛 这个我是 以前也干过也推过 就小时候的时候推沙子啊 推妆头啊 推土啊 就到收割水稻的时候呢 我们就用它来捉那个水稻了 小时候是最辛苦的 现在我们也会烧材 这一块呢 我爸就说了 这个是梅入镇的 所以说他们前天呢 是谁要拆的 现在还没拆 估计明天还是什么的 可能会过来拆了 因为今天天气不好 今天下雨嘛 嗯 所以没有拆到 我爸妈就说 就在这两天了 所以说我们这 这些东西嘛 都不知道放哪里 你说丢了 是不是很可惜 这柴都是我妈从大山里面 砍回来的嘛 就是 冬天烧火的时候 烧煮饭的 我就需要用这些柴火的 太难了 这里呢 看一下这边 啊 这边是牙牙的 太脏了 我就不进去了 这里还有什么我都没见过 来这里 啊 这些就是一些木头 还有一些那个水泥罐 以前我爸讲回来的 我爸太多这些工具宝贝了 大概就这样子 这个是一个芒果树 竟然打了很多芒果 但是我都没吃到 现在要开始开花了 但是呢 很快这棵树就得被砍掉了 这棵树是我们小时候种的 就当时盖房子的时候 就准备盖房的时候 我们种的 这房子都有十多年了 看上 你六年建了 到现在二三年嘛 到二十多年了 这棵树 是我们种的 这些东西很快都没有了 这些东西很快都没有了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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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